距离上张专辑已过二年 张韶涵25日宣布全新巡演 纯粹正式起跑 这回不仅有华丽感 她更希望能向粉丝展现私人面 在舞台上融入真实人生 她说 画面很珍贵的 演唱会6月开始筹备 她今在上海搭乘邮轮造势 相隔五年重新投入巡回演唱会 虽未挂名统筹 但却是货真价实的女管家 编曲舞台造型等大小细节 全会参与讨论 张韶涵说 心情特别紧张 想做到更好 为呼应演唱会名称 她原要被主持人阿 当众八一 后自己笑场 被你拖好像怪怪的 改由女性工作人员负责 卸下高贵粉色礼服后 是一席轻便装扮 她想及此举喊出 想让大家了解到 我内在纯粹 简单的小女生一面 张韶涵 纯粹 演唱会第一场于10月31日 在成都体育中心举行 11月28日遗失 上海梅塞德斯滨市中心 台北场预计明年举行 购票洽 官网 距离上张专辑已过二年 张韶涵 二十五日宣布全新巡演 纯粹 正式起跑 这回不仅有华丽感 她更希望能向粉丝展现私人面 在舞台上融入真实人生 她说 画面 很珍贵的 演唱会6月开始筹备 她今在上海搭乘邮造势 相隔五年重新投入巡回演唱会 虽未挂名统筹 但却是货真价实的 女管家 编曲 舞台 造型等大小细节全会参与讨论 张韶涵说 心情特别紧张 想做到更好 为呼应演唱会名称 她原要被主持人阿 当众 八一 后自己笑场 被你拖好像怪怪的 改由女性工作人员负责 卸下高贵粉色礼服后 是一席轻便装扮 她想及此举喊出 想让大家了解到 我妹在纯粹 简单的小女生一面 张韶涵 纯粹 演唱会第一场于10月31日 在成都体育中心举行 11月28日遗失 上海梅塞德斯宾市中心 台北场预计明年举行 购票洽 官网 距离上张专辑已过二年 张韶涵 25日宣布全新巡演 纯粹正式起跑 这回不仅有华丽感 她更希望能向粉丝展现私人面 在舞台上融入真实人生 她说 画面很珍贵的 演唱会6月开始筹备 她今在上海搭乘邮轮造势 相隔五年重新投入巡回演唱会 虽未挂名统筹 但却是货真价实的女管家 编曲舞台造型等大小细节全会参与讨论 张韶涵说 心情特别紧张 想做到更好 为呼应演唱会名称 她原要被主持人啊 当众 八一 后自己笑场 被你拖好像怪怪的 改由女性工作人员负责 卸下高贵粉色礼服后 是一席轻便装扮 她想及此举喊出 想让大家了解到 我妹在纯粹 简单的小女生一面 张韶涵 纯粹 演唱会第一场于10月31日 在成都体育中心举行 11月28日遗失 上海梅塞德斯宾市中心 台北场预计明年举行 购票洽 官网 距离上张专辑已过二年 张韶涵 25日宣布全新巡演 纯粹正式起跑 这回不仅有华丽感 她更希望能向粉丝展现私人面 在舞台上融入真实人生 她说 画面 很珍贵的 演唱会6月开始筹备 她今在上海搭乘邮轮造势 相隔五年重新投入巡回演唱会 虽未挂名统筹 但却是货真价实的 女管家 编曲 舞台 造型等大小细节全会参与讨论 张韶涵说 心情特别紧张 想做到更好 为呼应演唱会名称 她原要被主持人阿 当众 八一 后自己笑场 被你拖好像怪怪的 改由女性工作人员负责 卸下高贵粉色礼服后 是一席轻便装扮 她想及此举喊出 想让大家了解到 我内在纯粹 简单的小女生一面 张韶涵 纯粹 演唱会第一场于10月31日 在成都体育中心举行 11月28日遗失 上海梅塞德斯宾市中心 台北厂预计明年举行 购票洽 EMC Live 官网